我們很歡迎大家提出來做討論 因為我們希望哲學星期五不是只有單項的 不是只有講者說什麼 那答案就是什麼 而是這是一個很多人開放的空間 我們可以透過溝通 透過討論來進行對話 然後讓了解更多議題 對 那這個是哲學星期五的初衷 所以哲學星期五有另外一個特色就是 等一下要做自我介紹 那我等一下麥克風就會傳下去 那我們就是談一下你叫什麼名字 你從哪裡來 怎麼會知道哲學星期五這個活動 那你對於今天的主題有什麼看法 為什麼你今天會想來聽 對 或者是你待會想要問講者什麼問題 你真的很好奇先提出來也可以 那我們就是大概一人大概30秒的時間 那我們就是來做自我介紹 好 大家好 我是哲學星期五的社報紙 然後 嗯 講到台灣財政分離指數 每次都會想到那個國債中已經想很久了 但是好像也沒有太多的一個節制 所以還是量出軌入這個狀況 所以我想先看今天 因為其實已經有一些國家爆發滿嚴重的一些問題 可能他們也正在處理當中 我希望之後今天可以聽到一些就是 讓臺灣的現況 然後以及大概可以朝哪些方向做一些挑戰 大家好 我是楊宗明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那待會兒會再跟大家來介紹 還是只有五次會 大家好 我是第一次來這個地方 然後因為希臘其實就是 那個歐河一直鬧得很大 然後我們上次到這個 就是今天的活動的時候 就有非常的想要知道 就是跟臺灣聊天 謝謝 大家好 我就是 我是高職生 然後學的是國貌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很容易 包括我就是 會讓我聊著很多就是 世界的金融 不然金融不想念而言 不然是記者好多人 謝謝 你們是什麼學校的學生 郭麗娜說 季大學 附屬高級中學 蛤 所以你們從韓頭來 對啊 對啊 我也是 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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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 雞大學中 三年級 高中 五三年級的學生 然後 因為都在讀書 我覺得跟 社會有點固域 所以每禮拜 我就很期待可以過來的 點 謝謝 謝謝 所以你這邊也沒有來過 沒有來過 大家好 我叫阿旺 我今天是第一次來 我是那個 一個路邊的熱心朋友介紹 因為我去信任這個 李慧的導演 李導演的演講 然後有一個代號叫阿波羅的 然後他就介紹我來這邊 然後說這邊蠻蠻有趣的 你起來看看怎麼樣 然後我看了杯子 不得大家介紹 然後我就特地跑過來 你看這樣子 那那路邊熱心的朋友介紹 你有沒有 目前還沒有看到 目前還沒有看到 對對對 還沒看到阿波羅的先生 好我們其他看到阿波羅的先生 大家好 我是福利 台中文不喜歡的福利 我是講者 等一下等一下 大家好 我叫陳彥良 然後我其實就住在這附近 但是我還是請摩托過來 我家在那裡 我家在這附口 然後我是本來是長期在美國 定居大概20幾年 然後我記得 我小時候 譬如這裡 光臥國小的時候 賣班的時候 70幾個 有10班 然後可能像台灣 大概也少指化 然後我想 我叫阿波羅 就是說像 國民年金啊 老保啊這些 而且 因為二戰以後 是蠻多的 我銀額長 那加上我 付親那一代 跟我們 這個年紀的時候 其實我們 他那一代就是我們 在付的錢 可是當我退休的時候 可能就下一代 也在付 那這個 面對這樣 萎縮的話 這個是 一個一個隱瞞的現象 然後 我記得我一過來 結果收到一張 那個 八千塊的帳單 然後先講國民年金 那所以 嗯 我想就是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 一個 大家好 我住那個 後火車站 東區 那個 中信 那我們最近 前站後站 都要知道 那我之所以 會來參加 是網友邀請 好 我們之前 跟那個 周嘉遠他們那邊 一起在那個 新大會辦一個 翻轉教學 那個也一起 分析 然後我 我主要都是 研究一些 不是一個老師 在修平的教室 教資訊方面 網路方面 所以大家如果 對那個 大數據分析 一向選舉到 大家如果對網路分析 選情分析 行情分析 我這邊有很多 個人分析的 新人被跟大家分享 謝謝 大家好 我姓 我從洛杉磯來 我生死多年前 移民去美國 那現在我回來看我爸爸媽媽 我是從那個393平台收到這個 這個演講的E-mail 那我覺得這個主題特別的吸引我是因為我今年62歲了我今年年初在美國退休 那麼談到台灣的這個軍功教的退休所得替代率 高達8、90% 甚至超過100% 相對的比起美國的退休制度 這個可能是好幾倍的差距 所以我特別的對這個有興趣說 那麼台灣怎麼有這個能力來付這麼高的所得的退代率 替代率 然後這個就像這個所謂的no free lunch 那麼這個lunch要從哪裡來 謝謝各位 大家好,我們就來這邊看 現在考生 然後是在網路上看到這個活動 然後對題目相當的興趣 因為現在在考公職 看看你都是往旁邊看 哈哈 大家好,我姓廖 我目前還在考人做什麼 然後我其實沒有什麼這方面的背景 我只是網路上看到這個活動 然後選歌跟浩子就來參加 然後想說吸收一點是會常常的實驗的事情 就不想單純自己的訓練 大家好,我姓廖 我是聽廣播聽到這個平台的 是一定有上那個coco早餐嗎 是聽到三早餐 然後就看到這個活動 想說了解一下未來 多了解一下大家的看法 然後參加這樣,謝謝 大家好,我是女神德武的志弘 然後就是好像 直到說我們現在各縣市的政府啊 財政好像都是在比哪一個縣市負債比較少 然後也感覺都是 就是躺在那邊真的是昏迷了這樣子 然後請今天老師來診斷一下 大家好我是明雲 我是393的工作人員 那我們今天特別跟職務合作 然後特地從台北下來 想要跟大家分享這方面的意見跟看法 那我先介紹 我先講一下為什麼我們會想要來台中好了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就是有辦那個看預算監督課程 那特地就是有台中的某議員助理 他就上來分享說他那邊當了一年 然後看那個預算書可是他還是看不懂 所以他就特地每個禮拜上台北來上我們的課這樣子 對那我們就想說 那這樣看起來台中應該是真的 就是大家很有心、很有興趣 可是就是還蠻缺少這方面的人可以來講 所以我們就特地下來了 對那393公共平台 其實是我們是希望是以一個實證研究 有為基礎的 來討論公共議題 所以我們會做 針對某一些我們覺得比較重大的公共議題來做研究 然後之後再把這些研究的東西放在網路上 供大家下載然後來討論 讓大家希望可以在有一些有研究 有一些基礎下再來討論公共議題 不要就是到處人魚地魚 然後或者是被政客名嘴騙這樣子 那我們目前有關心的有三大議題 一個是財政、地方財政 然後第二個是房地產稅改 那還有一個是醫療的部分 那其實這三個議題看起來有一點調控 可是其實是有相關的 因為其實地方財政是在看台灣整體 地方財政的一些問題跟 對就看有哪些問題 那房產稅改其實是主要看是收入的部分 那醫療的部分是看解緣的部分 所以其實都是跟台灣的財政是有關係的 對,那目前是這樣子 大家好,我是393公民題材 工作人員,我叫Poge 然後我主要是負責協助 今天的獎總統博士 然後處理財政專案的部分 那希望今天大家過過交流 然後有什麼問題可以做好 或者這樣子 還沒開喔 各位好,我是財務的製工 我叫書會 然後我也是一個那個製品的工作者 然後在我們拍紀錄片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發現就是說 地方政府呢 不是靠區塊徵收或者是重劃 這樣的一個手段 來增加他的那個地方的財政收入 然後他亂花錢 錢花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 然後就用這種手段來把錢拿回來 拿到信戶裡面去補這個財政的過動 然後今天是知道說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講座的一個內容 所以是很希望能夠從這當中 再補充一點就是我們拍紀錄片的一個 那個基礎的知識跟表現這樣子 謝謝 老師,大家好 我叫林玉琳 那個福茂是去年還是前年的事喔 那因為我那個時候 前幾年是住在清華大學合議 那有跟一位清華黃英貴教授聊 就是說他提到就是說 台灣有可能在十年內就會破產 但是希臘破產跟台灣破產 那下產會是一樣的嗎 因為希臘破產它可能還有歐洲 還有一些歐洲其他大國 可以去協助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在台灣喔 它也沒有像一個歐某的地方 可能在台灣破產之後 還可以讓你起死回生 那我比較關心的像是這樣子 假設台灣有一天像希臘破產了之後 它會不會影響到台灣的主權 還是一切都像一個遊戲這樣 從頭歸零之後 然後又可以再來一次這樣子 好謝謝 謝謝 你就可以跟他講說 你是誰啊 從哪裡來 為什麼今天會想來聽這場講座這樣 好 慢走 欸 下次記得來 如果有換的話 好 那謝謝各位朋友 那我們就把 欸 還有一個直接到了嗎 各位好 我是憲龍 我也是哲武之光 那那個 現場跟我比較熟悉的幾位朋友 可能知道 我之前曾經經營過 就是 買賣貴金屬投資商品的公司 那所以其實對今天這個組合也蠻有興趣的 像 呃 談到說這個公布的負債或的赤字啊 現在比較常在輿論上聽到的一些說法 比如說 債有子孫 像這種說法 我就有不一樣的看法 我覺得說其實 公布的赤字或負債 其實它的影響不一定是到 未成年的 或者是還未出生的之後的世代 它其實 現在就會影響到目前世代的生活 特別是整理到自己的機會 但是因為我本身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所以想來進去看現在江澤有什麼樣的分享 那就完全難過了 那時間關係 我們就先把時間就是交給主席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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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